欢迎来到MyTech MyFuture 嗨,大家好,我是My 新冠肺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席卷全球 对我们社会造成了不少冲击 各种防疫产品也纷纷出荣 神通运用擅长的Edge Computing 及点变通关技术 打造了国境安全等级的温感点变机 就让我们来了解神通如何以科技来成功抗疫 其实在这波疫情刚开始没多久 我们苏董事长在一次的会议中就提及了 这波疫情势必会影响了整个产业的结构 或者是消费行为的模式 那我们如何因应在这波疫情当中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什么贡献 那我们的事业群的陈副总 召集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想到了 很多的公共空间 包括捷运、高铁、百货公司 当它开始在管制人员的进入 需要量测体温这个需求出来之后 那在我们原本已经发展出来的门禁、通关、闸门、免变等等系统上面 是不是增加一个温度的侦测来做个结合 那对这个防疫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 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投入了第一代的移民署的自动通关系统 那对于生物辨识的一个运用 加上RFID 通关逻辑的整合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那在这这么多年来 我们想说那这套系统我们能不能照做简化 然后让它推行到一般的民营、企业、民营机构也可以使用它 所以后来慢慢的发展到我们一般民用的一些通关闸门、连变系统等等 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设备这个产品的时候 就碰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很多的货源其实在大陆 或者说在欧美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真正是百分之百Made in Taiwan的一个产品 那在这过程当中也很幸运的 我们找到一个本土厂商 那从这个模组的元件的提供到生产 包含我们软硬体的开发 结合我们自主发展的连变系统 它是完全一条龙百分之百的Made in Taiwan 在连变的部分 那其实我前台在截取照片的时候 它的清晰度是非常的重要 我如何很快速精准的截取到这张照片 然后经过我的前台优化之后 往后台去送 然后做一个特征值的截取跟辨识 那在前台的照片的截取非常重要 那这部分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去把照片做一个优化 那另外温度的部分呢 在空气中的温度其实是非常的不稳定 一般的市售额纹枪 它距离在3到5公分 它的准确度也只能到正负0.2度 那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当中 我们在50公分的距离 必须精准度达到正负0.3度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透过了一些 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方式 来计算跟补偿 这个50公分之外的温度 它在空气中的衰减的程度 来补偿回来 让它可以得到一个正确 而且精准的一个温度 一般市售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用商用等级的 这个硬体规格 而神通之科的马来亚昂 温感点变机呢 所有的硬体都是采用工业等级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你想想看 现在的这个防疫产品啊 大都是部署在一般的公共场所 学校机关还有企业的办公大楼里 它就算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机 也最少是一天八个钟头在开机 那一年大概有三百天的这个工作天 那随时随地都要处于 这样开机的状态之下 一般这种所谓的商用等级的硬体规格 是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的 所以神通之科的马来亚昂的 这个温感点变机呢 都是采用所有的工业等级的这种硬体 马来亚昂温感点变机 除了有超高的人眼辨识率之外 还有脸部追踪 跟所谓的这个物件侦测的这个设计 意思就是说 它能够侦测使用者是否有戴着口罩 或者是只会针对使用者脸部做温度的侦测 意思也就是说 当使用者身旁如果有超过标准 额温的这个物体出现的时候 我们马来亚昂温感点变机 也不会发出所谓的错误的这个过温的这个警讯 然后同时马来亚昂温感点变机呢 也可以侦测使用者是否有戴着口罩做人眼辨识 那如果有戴着口罩做人眼辨识呢 我们也会主动在荧幕上显示 提示这个使用者要移除口罩进行脸部辨识 这些这个贴心的这个设计呢 其实呢都让我们的马亚昂温感点变机的这个辨识率 还有测温的准确度呢 也都大大的提升 而且更加的实用 我想那一个好的使用者体验呢 能够彰显一个产品的这个实用性 那我们马亚昂呢 有一个很好的设计 也是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是它会自动侦测 使用者距离量测的位置是不是过远 然后它会主动提醒使用者要靠近一点 然后当使用者靠近了这个量测范围之后呢 我们马亚昂温感点变机呢 会立即进行所谓的脸部辨识 还有温度量测 这些好的这个贴心的这个想法呢 我们是从移民署eGate的使用者经验 反馈得到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非常的这个贴心跟实用 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呢 我想全民呢都会重新 从一种这个完全这个不一样的生活开始 因为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呢 造成了大家有很大的生活上的改变 比如说群聚啊 或者是戴口罩这些事情 那因为这个疫情也大算告一个段落了 那现在大家都所谓在讲所谓的超前部署 那我们神通知科的这个My AI On产品呢 是这样人脸辨识跟温度的量测呢 结合的一个产品 它可以协助就是说 大家在后疫情时代 重新生活开始的时候 能够把防疫还有超前部署这件事情做好 My AI On 温感点电机是您最佳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按赞分享哦 不要忘记收看神通的其他解决方案 你觉得你的程式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拜拜 我们下次见